作为人才辈出的体育大国,跆拳道这一运动在国内相较于如乒乓球,羽毛球一类的赛事,我们并不处于绝对强势的位置,但是在国家队的队伍里,仍有一些金子会闪闪发光。 跆拳道女选手吴景玉可谓是非常能打,从2006年多得了中国亚运会历史,上第一块跆拳道金牌之后,彻底开启了自己的金牌之路,从12岁开始接受跆拳道的学习,她对于这个项目,有一种骨子里的喜欢,打实战的能让她从中找到一场的快乐,带着兴趣爱好的训练会是半功呗,六年的时间她脱颖而出, 进入了倒台权的国家队,此进入国家队之后,稳扎稳打得她一步步向前走,对于比赛的那种专注甚至让她忽略了对奥运会奖牌的渴望,也许正是那种忘我的极致精神,让她在北京奥运会中,摘得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块奥运金牌,意义非凡。 从2006年到2012年的那六年时间里,她获得了多项比赛的冠军,并且成功为免伦多奥运会的冠军,尽管如此,身体情况日间走下坡的她,选择了临时退役,当时的她突然不参加训练了,整个人失去了方向,好像生命中失去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。 退役之后,她选择去苏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,然而,对抬拳道德那种执念,让她无法割舍下对赛场的留恋,最终选择付出,重新回归国家对对她来说,身体上要承受的巨大痛苦,让她曾经一度想到这地方系,教练的鼓励以及新的训练技术,又重燃了她的信心。 此次回归她最大的心愿是摘德里约的金牌,然而最终未能如愿,当她泪别里约之后,她不断的自我感醒,甚至很多隔夜晚都失眠。 这次经历对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打击,说起这些年经历的迷茫困阔或低谷时期,是家庭给予了她最重要的支持。 她与老公侯坤,相识在一次奥林匹克文化节上,是奥林匹克为他们牵起了红线。 这个低调腼腆的小伙子,在第一次与吴静玉的交流之后,就对她有很好的印象。 在那之后她发起了公事,两人在之后的交流中,越发的觉得彼此都是要找的那个人,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两人几年来的生活过得很幸福,共同经营着公司的同时,还在各大跆拳道相关活动中忙碌着。 现如今两个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,在今年的青澳村跆拳道主题日还出现了她们一扎三口的身影,令人艳羡,这十多年来。 她一直在跆拳道行业中,一直不变的在努力着。 对于她目前的状态,她表示是在休息阶段。 对于退役第二队谈,两年之后的奥运会能否再看到她重回赛场为国征战? 我们共同期待着。 谢谢大家的按照